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鲁蛋瓶酒 我是鲁蛋 我们今天参加威士忌安清班所举办的 格兰莫雷品酒会 那地点是在我们台中的橡木桶养酒行文心店 刚刚鲁蛋才刚下公车 现在我们准备去会场 GO 这次鲁蛋参加的格兰莫雷品酒会活动 是由脸书上的威士忌最大讨论社团 威士忌安清班所举办的 地点是选在台中的橡木桶养酒文心店 鲁蛋会参加这次的活动其实有三大原因 第一 鲁蛋还没去过橡木桶养酒 没错 虽然参加各个酒展时 常常会到橡木桶养酒的摊位去逛逛 但是因为平常活动范围没有橡木桶的门市 所以鲁蛋目前还真的没有去过橡木桶的门市 第二 威士忌安清班吉少办品酒会 而这次的讲师居然是威士忌安清班的版主 同时也是知名威士忌评论家 岛屿海风的杨大大 这机会十分难得 不来朝圣一下怎么说的过去 最后一个原因也是最现实的 这次的品酒会厂商超大方 600元的报名费参加后还可以带走一瓶 定价650元的 Glamouray经典单一麦牙威士忌 这让鲁蛋就算是参加了之后 月底要吃土 起码吃土的时候也能搭上一杯酒 见到会场 简单的布置让人感觉额外的轻松 主讲的杨大大风格也非常的轻松 不像以往的拼引会 有一种单方面传递讯息的感觉 更像是一群朋友坐下来聊天 但是轻松并不代表知识量就比较少 蒸馏器的容量、形状、用筒 以及许多威士忌的相关知识 可是一点都没有少 再来就是今天的酒款拼引 今天非常难得可以喝到New Mac 没错就是蒸馏器蒸馏出来 还没有放入橡木桶的新酒 透明的酒液酒精浓度高达了70% 闻起来第一个感觉就是非常明显的 枫年果糖的味道 干净的香甜气息让人非常惊艳 忠诚还有土芒果青以及荔枝的香气 仔细闻一下下层 还带有一点淡淡的 现磨黑胡椒 喝起来酒体油润强壮 明明高达70% 却因为丰富的油脂感感受不到呛辣的感觉 味道的表现首先是 干稻草或者是稻苦的那种味道 接着是明显的果香 尾韵则是明显的那种 霉心糖吃到最后舍不得吐掉时 含着那颗紫的味道 舌跟尾韭并带有一点点草本的气息 整体尾韵算是中肠 在我喝过不多的New Mac当中 Clan Moray的新酒可以说是一支非常好喝的New Mac 接着是来到了A2跟A3的盲饮 A2闻起来是香蕉水水果干以及熟悉的苏打冰的味道 有人说那是古早味的香槟汽水或是冰淇淋汽水 下层有明显的 就是那种比较脆口并带有点酸酸的小苹果 而不是甜美的富士 A3闻起来则是明显的学历风格 葡萄干 千层酥 与焦糖的香气 很明显的在告诉你 它就是标准的学历风格 在喝起来的表现上面 A2柔顺不会过分的刺激 苹果与麦芽的香味混合着木质香气 与甜甜的味道 让我想起以前在夜市吃过的 苹果冰糖葫芦 维韵则是有一些木质的调性 与微苦的口感做收尾 维韵的表现不算是很长 不过也还能接受 A3的酒体喝起来也算柔顺 但是明显厚实了一些 味道就是明显的黑巧克力 深色木质与黑糖的气息 维韵表现则是苦味较重的黑巧克力 一样是属于中等而且不算很长的维韵 整体感觉和Newmake的个性其实并不相近 心中不惊讶 原来Glamour Red的风格表现 可以不同到如此的程度 后来答案揭晓 A2's Glamour Red的L Dream Classic 是使用波本筒与雪莉筒调合出来的 蒲影酒款 另一支A3则是某出示雪莉筒调合威士忌 虽然杨大不说 不过在场老饕心中大家应该都知道 那一支酒没意外的话 应该就是裸雀 难怪我在A3找不到Newmake的影子 看来卤蛋并没有漏气 还好还好 接着平饮的是Glamour Red的15年 初吻是桃子的香气 在我脑中不断搜寻类似的味道 啊 对了 就是黄桃罐头的桃子 也就是那种我们在吃生日蛋糕时 上面的黄色桃子 接着又闻到了鲜奶油与香甜的蜂蜜 仿佛真的有一颗奶油蛋糕放在眼前 入口时酒体淡雅清爽 并且没有新酒那浓厚的油脂 常喝圆酒的朋友们可能会觉得 这支酒有些水感 味道上是苹果蜂蜜与黄桃罐头的味道 尾韵则是坚果与短短的花蜜香气 整体尾韵是偏短 感觉这支酒拿来搭餐应该非常好搭 不会有过分浓郁的味道 去和食物抢味 就算是搭非常清淡的食物也可以 接着是今天OB的最高年份 Glamour Red18年 初吻是白天桃的味道 以及微微的奶酥香气 47.2%的酒体表现非常油润 油脂包覆舌尖的感觉真的会上瘾 味道表现先是一些草本的气息 接着有一点焦糖香 与木质气息 尾韵表现是带有苦味的可可粉 以及明显的麦芽香气 算是中等尾韵 是一支酒体油润香气层次 简单易懂的酒款 最后是加码的 IB版本Glamour Red 是来自Glamwell包桶的 Glamour Red1990年 丹桶威士忌 一开始闻是 奶油千层酥的香气 接着 一点凤梨酱的那种香气 有点像是 微热山丘的那种土凤梨酥 里面包的内馅那种带有酸感的凤梨酱 闻起来酒气稍重 但是因为它是 52.4%的圆红强度 所以带点酒气完全可以接受 入口时酒体油润饱满 那种被满满油脂包覆住口腔的疗愈口感 再次卤破了我的心 味道表现是苹果皮的那种同时带有苹果香气与淡淡的辣感 以及蜂蜜蛋糕那种香甜的味道 尾韵则是满满的麦芽香气与浓浓腻香 尾韵表现算是中肠尾韵 最后是心得总结 今天评一下来 真的觉得Glamour Red在台湾算是小品牌 或者是说它尚未打开知名度 但是许多的IB包桶其实表现都非常的亮眼 尤其那丰富的油脂口感绝对可以养坏很多人的嘴 希望接下来转换到新的台湾区代理东家之后 能够有更出色的表现 然后鲁蛋在最后也想许一点点小小的心愿 希望Glamour Red未来看能不能 度出一点点OB的圆筒强度 就算是台湾市场限定也是可以 毕竟台湾人喜欢也习惯喝烈酒 而Glamour Red的油润酒体如果搭上圆筒强度 一定非常厉害 不过鲁蛋这么小咖 应该也不会有人理我吧 好那以上就是鲁蛋今天参加 威士忌安心班所举办的格兰莫雷甜酒会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喜欢我的话记得帮我点赞以及分享 想看更多的话欢迎到我视频道里面的话 想让第一手影片记得订阅我并且打开小铃铛 视频道里面的IG以及 там是专页跟朋友多看 最新的频道就在开车不喝酒喝 全部开车为陈银军付天花表演酒 那么我们下次见啦 掰掰 by bwd6